那今天在盤面上面 還有一個非常亮眼的 我看到的是仁寶 仁寶在早上的時候呢 是供上了漲停板 搜尋了一下 其實仁寶呢 有公佈了他的配息 可以來到1.6塊錢 主要的話 大家在想哇 仁寶是很傳統的筆電啊 相關的這種代工的大廠 但是呢 他近期也有不斷的宣布 他是有吃下了相關的車用訂單 不論是賓士也好 不論是B&W也好 在車用的訂單 甚至是未來 他聚焦在相關的車用系列 都是有一些 還不錯的一些成績 有實質的訂單在手了 因此在早盤的時候呢 是衝上了漲停板 那我覺得主要的話 是因為以現在的人寶股價 跟他配息的這個金額來講 他的本益比 他的 他的殖利率 算是很不錯的耶 他也有符合所謂的 具有成長性 以及高殖利率的個股 如果想要分析一下人寶的話 昆仁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好的 我覺得小畢剛剛都有講到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所謂的挑選殖利率的個股 跟題材的時候啊 不是只有單看殖利率 而且我們更要看的是一個趨勢成長 也就是所謂 具有高殖利率的成長的個股 這個是我們的很好的選股的方向 那尤其是在這個三四月之間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 如果之前大家有聽我在解釋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點 有一些相關 個股的基期 已經相對偏高的這個時間點了 所以這個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 那這個時間點 我們回到所謂的高殖利率 這個題材來說的話 是有機會去找到一些成長的個股 那如果以人保這樣來看的時候 他有公告 他要配發1.6的現金股利 然後如果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他殖利率還有6%多 那他不只是所謂的高殖利率 然後他也有相關的一些成長的題材 因為就如剛小畢所說 他有講到車用 那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電子5個的這基檔個股 包含上禮拜的 2357的華碩 他們也是公告 他也是公告了 就是他要配息 配息這樣高配息高成長 這樣之後啊 也是往上去做上漲 這樣大漲的現象 那人保也是 甚至我覺得像是廣達 這些相關的個股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那原因是因為 去年或者是說 過去的這些相關的電子5個 他們都是在做代工 那他們代工的過程裡面的話 他們的一些相關的 毛利率都會相互的偏低 可是他們如果有一些轉型 比方說有到車用 或者比方說要一些伺服器 甚至他們有把他們的品牌 都把他打出來之後 那他就會有一個趨勢成長 而且他們會有一些 就是屬於一個毛利率 有一些比較屬於調升的 這樣的過程 那也會帶來他們 今天就今年度的成長的動能 所以其實如果以筆電 我們目前看起來的話 也是有所謂的居家 就是居家的這個工作 這些相關的趨勢也持續成長 然後新的像是車用的部分 也都是成長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人保 不只是華碩 我覺得電子五哥都可以來做相關的留意 那今天已經是 人保已經漲停了 那如果以現在目前的這個殖利率來說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的殖利率 有打開 不過如果以那個殖利率來說的話 現在目前看起來也有到接近 6%這樣的水準 我覺得這個值得來做留意的部分 對當然我們說挑選高殖利率股 一定要在消息前 曝光之前趕快來佈局 但是如果以現在的話 以他公佈的 他的配息也好 他未來會切入相關的車用市場也好 以現在來看的話 人保今天的漲勢那麼的凌厲 主要的話 可能還是在於他的殖利率也好 他未來的成長性 是相當的具備這樣子的一個話題性的 而另外的話呢 盤面上面今天看起來 其實是一片紅通通的 補充一下 目前台北股市呢 是大漲了146點 指數是來到16400點的整數關卡 至於大家很好奇的 比方說像是原物料 像是相關的 比方說鋼筋水泥等等的 甚至是紡織 我都想要問一下坤仁了 不論因為我們最近知道 這個 大牌長榮的效應之後 帶動了全世界 大家都在聚焦 哇原物料 會不會我相關的一些民生用品 要來漲價了 因為呢 他是一個載運物資 非常重要的一個運河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原物料的股價 近期是不是蠻有期待性的呢 我覺得這個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說明 因為其實現在目前大牌長榮的部分 他是卡在蘇里斯運河 那那邊的話是歐亞大陸的 很重要的水道 那如果以我們全球來說的時候啊 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原物料的成長 就是包含歐亞的部分 包含了全球的部分 這兩個面向來說的話 他其實都帶來的所謂的 就是整個原物料的上漲動能 那原因是因為 因為其實如果就美元長期疲弱 當然最近有一些反彈 這樣的過程 那如果以美元長期疲弱 這樣的走勢 甚至像全球資金 依然在去 就是全球資金動能 不予匱乏這樣的過程 之下來說的時候啊 其實原物料 他就一定會有他的一個地位在 那原因是因為 如果美元疲弱 那原物料 他的這個就相關的報價的話 也會變成是一個 抗通膨的題材 所以包含了像是鋼鐵的部分 那其實鋼價也是 那個全球的鋼價也是一樣 在持續在做上漲 然後甚至像是紫類股 我剛剛看到 在留言板上面有 有元寶們在問 就是 永豐魚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整個造紫類股的話 也都有所謂的原物料 原物料上漲的這樣一個題材 然後甚至像是水泥 也是有基礎建設 這樣的題材之下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這個時間點 就是我們剛剛有說到的 像上個禮拜 我們看到的是傳產的個股的部分 傳產的指數 也都有創下了波段新高 那如果以目前我們看到的 就是傳產比較佔權重的部分的話 當然包含了鋼鐵也佔權重 然後甚至像是塑化也佔權重 水泥也佔權重 所以在這樣的佔權重 甚至是有這些相關的 就是漲價 或者像是美元皮弱的 這樣子一個題材之下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相關個股 都還是蠻值得來做期待的 那不過就是說 因為這些相關的原物料的個股 來說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有所謂的景氣循環 那在這個時間點 他們的景氣循環在向上的過程中 那不妨還是留意一下他們的報價 這個上漲的動能 會帶於他們後續的一些相關的 股價的影響會比較 比較來的更密切一些 那另外的話呢 原物料個股 他們的就是 常常會有 就是股性會有那種就是漲一天 然後又稍微休息一下個幾天 然後再漲個一兩天 然後又稍微休息一下 那如果操作這種原物料族群的 投資朋友的話 你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 因為如果趨勢向上的時候啊 你買進之後 你可能要配合著 他們的這種操作的節奏 就是有一點像是漲一下 然後拉回一陣子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狀況 不過如果就長期動能來說的話 我覺得還蠻樂觀 可以看待原物料整個族群的 原物料的話有沒有什麼比較 推薦或者是說近期漲的 比方說像是我前幾天看到 南方就有攻上了漲停板 相關的比方說 像今天以中鋼的股價來講 也算是表現還不錯的 另外呢 也有元寶們問說紙類相關的個股 例如說像華指 我們最近也可以看到 不論投信外資 好像都有悄悄的在佈局 相關的這些原物料 如果可能可以點出一些個股的話 坤仁有沒有什麼建議的 相關原物料個股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還蠻看好鋼鐵的部分 那當然那個 對 那紡織的部分 因為上禮拜的南方 他漲停板 他除了他的 就是他的 本業的題材之外 他還有土地開發的題材 所以他上漲的題材的話 倒不是他的純紡織的題材 那如果以比較純一點的 這樣題材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分享一些個股 我可以分享206的東鋼 那東鋼 因為他其實也有所謂的 高值率的 這個題材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其實他東鋼 其實我們看他的 H型鋼的部分 他在去年的第四季 甚至像是今年第一季 也都有持續持續在上漲 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東鋼的部分 可以來做留意 那如果以另外的個股來說的話 因為其實鋼鐵 我覺得最近看蠻好的 那因為其實 所謂的中鋼 他真的是屬於 台灣本土這邊有龍頭 那可是呢 如果真的要找一些股性活潑的話 不妨去找他的子公司 就是中鴻的部分 因為中鴻他的股性會比較稍微 活潑一些些 那這個比較適合投資朋友來做 相關的操作 那子類股的部分的話 上禮拜我記得投資朋友問到 像是融程 如果有融程也看好 原因是因為上禮拜有講到的是 因為他有大陸那邊有 就是有禁廢令 就是他們會去 禁止 進口的這樣子一個 到大陸那邊的廢紙的部分 所以他也會有所謂的 就是大陸那邊 他們相關會有一些相關的 就是漲價這樣的效應 因為就沒有新的廢紙進來了 那在物以稀為貴的 這樣狀況的時候啊 那這個是可以相關值得留意的部分 另外的話呢 今天在盤面上面還有一個亮點 剛剛小畢看到人保一度攻上了漲停板 今天的面板裡面最強的呢 是彩晶 彩晶也一度亮燈哦 雖然呢 以目前來看的話 他的亮燈還沒有鎖住漲停板 但是彩晶今天的股價也很強耶 相關的面板族群是不是又要有一波新的漲勢呢 以這個漲勢的輪動來看 在面板裡面先是動了友達 再來上週很明顯的是動到了群創 這週禮拜一 彩晶第一天就有亮燈 雖然沒有鎖住 但是這是不是代表 連面板裡面相關的個股 也有在做一個資金的輪動 是這樣嗎 我覺得應該是說 如果我們看一下 外資的買賣超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最近的外資啊 對於面板的這樣一個琢磨的程度 依然是非常相對來的高一些的 那如果以彩晶來說的時候 因為其實今天的彩晶 他真的是突然發動的 可是如果比較一個合理的解釋來說的話 上禮拜五的外資 買超了 就是其實單一天哦 就買超了彩晶有65,000多張的水準 那如果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其實那個最近短線上面的外資 對於彩晶的著墨程度 甚至高於所謂的友達跟群創 那或許是他帶來 他今天這樣突然去大漲這樣的動能 那不過如果以那個彩晶 或者說我們以這個彩晶跟 友達跟群創來說的時候啊 長期比較值得關注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回到 那個大尺寸的面板 因為如果是有彩晶來說的話 彩晶他是小尺寸的面板 那他當然有一些相關的題材面的部分 可是如果以目前比較屬於有 具有基本面 具有要波段長期的上漲動能來說的時候啊 我覺得還是回到所謂的3481的群創 跟2409的友達上面來 因為他們是屬於大尺寸的面板 那如果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報價來說的話 3月4月的報價依然持續在做上漲 然後甚至像是如果我們看一下 就是第二季的這個 面板的報價來說的時候啊 我覺得這個上漲的動能 依然是還有的 所以不妨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持續觀察一下 這個所謂的報價的上漲 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不會說